禅宗讲究物 提倡建物的北派禅宗 在经历安史之乱后 归于鬼迷 而南派禅宗 此时却以直指人心 建姓成佛的顿悟禅风 开始在香月干三省盛行开来 建物是在漫长的认识过程中 逐步了解精神的真谛 顿悟强调的则是 人们在某个特定场合 瞬间的不同体会 佛在家中的公案 就讲述了一位年轻人 顿悟的故事 这位年轻人 为了寻求心中的佛祖 告别母亲 游历四方古叉明寺 一日他又来到一座庙前 房长得知他的来意后 并不让他进庙 说道 去拜佛 何不直接见佛 年轻人不解 问道 直接见佛 佛难道不在庙中吗 房长回答 你赶快回家去 会看到一个 披了棉被 倒托着鞋的人 那就是佛 年轻人信信而归 赶回家中时 已是他离家几年之后了 母亲听到儿子的敲门声 急忙抓起棉被 顾不上穿好鞋 就跑去开门 当年轻人看见 站在门口 披着棉被 倒穿着鞋的母亲 顷刻间大彻大悟 原来真正的佛 就是自己的母亲 佛在灵山 佛在灵山墨远求 灵山自在 辱心头 人人有座灵山塔 心向灵山 塔下修 悟道 对于有些人来说 需要终其一生 对于有些人来说 也许只是一瞬间 但无论如何 简单一些 善良一些 离梦想 就会更近一些 从来到 下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